大家好 我是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柯晴遠 我長期來是以環境議題為主要的記錄對象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公民新聞 主要是在勞工議題還有農民還有原住民的面向 公共電視成立的宗旨之一 是彌補商業電視台的不足 公民新聞則是彌補公共電視新聞的不足 我在這個星期裡面看到各地的公民新聞 它充滿了活力還有多樣豐富 真的是相當的感動 我一直長期來關心公民新聞的發展 對於公民新聞的結果 想先提出一些個人的一些潛見 最近這個星期 我每天看了幾十則的公民新聞 心裡也在想說 如果說有一部分的公民新聞在做稍微的調整 它可能可以發揮更多的效益或有一些可能性 那在製作公民新聞的前期 那可能要先考慮到說 你這一則新聞是要提供資訊 還是說要記錄事件或為歷史留下記錄 或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那你又要達成何種功能 如果說你是要製作一則資訊提供的公民新聞 那因為是網路媒體 所以說要考慮到網路社群的閱讀習慣 譬如說簡潔流暢 以及兼顧被方便轉記 還有引用的特性 因此那個新聞長度就不予太過冗長 或者放入太多的議題焦點 那如果說是要記錄事件 為歷史留下記錄 就要考慮到畫面與聲音的穩定性 以及資訊的完整性 還要再做比較妥善的編輯 如果能夠再做一些背景的說明 或者說影片的導讀當然會更好 那公民新聞的特性與可貴之處呢 就是它的獨立自主性 由公民總共化言權 那人為自己留下記錄與時代的見證 就因為是來自民間與草根的力量 所以態度可以更開放 那但是不要被商業媒體的操作手法所污染 那我個人很欣賞一些公民記者的創意跟嘗試 但是有些新聞用了比較多的罐頭音樂 特效啦 不見得人為新聞加分 反而是一種干擾 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了 在最近一週裡面 在我看了上百則的公民新聞 那我選擇的其中三個議題 第一個是加蘭報告 82則 東六四縣道的議題 加蘭報告是從2009年 88莫拉克風災之後 就持續進行災後重建報導的公民團體 也是部落自主發聲以部落觀點的設計網絡 那他們的第一則報導 我看的資料 它是在2009年8月27號 它持續到現在 是一個相當堅持的一個公民團體 那這一則新聞的重點是公部門辦活動 沒有兼顧居民的安全 那新聞的背景是東六四縣道 是金鳳鄉嘉蘭村對外的唯一的聯絡道路 但是在風災中那個山坡崩塌 入基水毀損 那所以相關單位就先開批條 簡單的臨時便道 但是將近兩年半以來 那村民是相當不方便又危險 村民很期盼說主要道路 能夠早日修復通車 但是在今年的12月3日 那這條東六四縣道 還沒有真正完工 就先封閉了原來的臨時便道 那導致村民必須在施工中的六四縣道中 那個通行 尤其是摩托車行駛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 實在是很危險 而這則新聞除了拍攝那個工部門在當地辦活動 那還有道路通行的一些不變的案例 那也訪問了村民的感受 是很完整 那第二個議題是有關東南亞勞工來台灣工作被剝削的問題 這是從2007年以來就被受關注的議題 那但是一直沒有被重視跟頭善的決決 在12月7號就有一則 2011移工寫拼休假遊行的遊行預告新聞打頭陣 這是公民團體自主發聲的創意代表作 他的表現形式與結構在網路媒體傳播通路上是很對味 那尤其是在黑色幽默的劇情中隱含著政治媒體的嘲諷與批判 在台灣20萬的移工當中呢 有高達43%的家務移工沒有休假權 而且是全面無休 那甚至在20萬移工當中不到8000人擁有休假的權利 因為因此那個部門移工就走上街頭遊行 那訴求基本的休假權利 台灣自許是一個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開發國家 但是對待移工的政策與態度還是有點落後 那這是台灣人必須在進步與學習的部分 而接續這一個議題的報導是12月11日 寫拼休假權移工大遊行的引運報導 以及移工上街頭大喊我要休假的文字報導 這兩則公民新聞都是以紀史報導的方式 比較詳盡的記錄整個遊行的過程跟訴求都很棒 那第三個議題是相關土地徵收的問題 要介紹的公民新聞有土地正義不容妥協 以及為何農民不種田卻要在寒冬中走上街頭 在立法院即將進行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的前夕 農民跟學生第三度到總統府前的凱達哥倫大道 那舉行土地正義不容妥協的晚會 希望總統與行政院長能夠尊重名義 不要強行通過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 因為這一個版本會有胡亂進行土地徵收 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的疑慮 但是隔天也就是12月13日的晚上 立法院還是通過了行政院所提出的修法版本 這已經跟憲法上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有所抵觸的疑慮 那後續的社會爭議將會有正無解 以上的公民新聞主要是對焦在營住民部落重建 勞工人權 農民權域 這些弱勢族群的議題以及環境爭議的問題 長期來就受到商業媒體的輕浮 也正是公民新聞崛起的原因 很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繼續加油